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泰国最大反对党为泰党推举了36岁的佩通坦 也就是前首相达西的女儿作为首相候选人 而第二大反对党前进党的首相候选人 是拥有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的Pita 我们看到最新民调 Pita现在是泰国首相最热门的人选 他为什么深受年轻人的欢迎 泰国大选战火点燃 各政党摩拳擦掌 泰国国立发展管理学院的民调显示 前进党的支持率已经反超最大反对党为泰党 30岁的楚提干在一家国际电子商务公司上班 楚提干接受焦点访问时说 泰国是一个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 却发生过好几次军事政变 因此他决定改变国家的未来 支持前进党 2020到2021年期间 招发一连串的示威活动 要求时任首相巴育下台 至少210名示威者被提控 在冒犯君主法下 如果罪名成立 最高刑法可被判入狱15年 前进党想要争取修改宪法 修订侮辱王室的刑法 楚提干认为 军政府不应该利用冒犯君主法来对付异议人士 将王室卷入政治斗争中 他们不可能用军事政变 Amening the law that have the flaw of the law mention that anybody can use this law to blame or to like against other people it's not it's not right I mean it's not a universal standard of law and in other countries that also have the monarchy they don't have such law it's just abnormal 20岁的帕巴翁是泰国国立法政大学 历史学系的学生 他认为泰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 大家都有言论自由 泰国资深媒体人巴维分析 现在的年轻人从社交媒体上获取资讯 而且对王室没有太深的情感 跟40岁以上的人比较不一样 I think many young Thais debate about politics and societies on social media and the younger who are much more fluent in terms of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particularly Facebook and Twitter use it as a tool to communicate to spread their political ideologies Secondly many of them grew up at a time when the late king Ramadhanai King Pumipun was already frail or ill and not really seen much in public So the attachment to the monarchy institution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older generations 在这次的选举中 各政党都想争取年轻人的选票 就像我现在的所在位置 就是泰国法政大学的校门外 这里挂着不少印有候选人肖像的竞选海报 似乎在呼吁大学生们投他们一票 今年1月 开始首相巴欲和公民力量党分道扬镳 加入泰国人团结建国党 学者认为巴欲的目的 其实是想要更贴近年轻选民 他会显选感业,并凶人的性质量 他会显得称耐的 从巴朗洛传达的失败 这是两个军队的基础 他们都是约约领袖 和非常抗兴党的总统 第三个原因是 Chano Cha已经70岁了 他已经70岁了 如果我们走过台记录 他已经70岁了 这就是他的最终的机会 继续为首席的总统 今年21岁的Chano Cha告诉焦点 他很感激巴育 因为两年前 他曾经和一群同学 向巴育求助 需要课本等教育资源 巴育马上做到了 对他来说 冒犯军主法只是大选时 用来分化泰国人的工具 舆论普遍认为 卫泰党预计将在这次选举中 赢得最多一席 但是单独执政的可能性低 泰国两大反对党 卫泰党和前进党都打着改革的旗号 吸引选民的注意 而看守首相巴育所属的 泰国人团结建国党则表示 反对党可能会把国家推入冲突的黑洞 泰国会不会变天 来临星期天自由分享